一定要賴清德要選總統 把整個中華民國的定位 一下拉到台獨的話 我想我就送他一句話就好了 台獨比梅獨還可怕 梅獨害老婆孩子 台獨害了2300萬 而且立刻把台灣帶向戰爭邊緣 韓國瑜大膽斷言賴清德 主張台獨最終只會將台灣 推向戰爭 每一家 每一戶 在這年輕世代都是一個兒子 這麼辛苦養個孩子 拉拔長大 最後因為台獨發生戰爭 哪一個台灣人民能夠接受 這必然帶動戰爭 不用任何懷疑 沒有一絲一毫的懷疑 警示台獨下場 沒人承擔得起 韓國瑜更解析 若蔡英文兩岸論述是三個不 那磊清德就是兩不半 磊清德如果要選總統 我的研判他會兩不半 不愛中華民國 不要九二共四 台獨搞一半 就跟我們到海灘游泳一樣 穿個游泳褲 渡血以下的台磊 怎麼搞 他可能搞了一半 或者聽到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或者真的開幹下去 但是事實上是讓台灣人民過得更辛苦 而且更危險 而且更貧窮 妙玉連連 狂打磊清德兩岸主張行不通 但韓國瑜也同時預警 磊清德的出現 也許只是綠營的一場戲 從不鬆口選卻在一旁洞悉一切 或許韓國瑜早已醞釀對策 投身2020 借楊喜好網難於台報道